Hello,大家好,我是小秋 刚刚洗完澡,已经天亮了 马上要天亮了 所以现在我就准备去摆摊了 所有糕点已经打包好了 现在在这里我已经拿出来了 准备拿下去 然后开着电动车去市场摆摊 摆摊的第一天,继续加油 虽然说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在做糕点 没有睡觉 但是呢,我还是挺精神的 好了,现在下去了 把东西拿下去 好多东西,糕点 穿了大外套 因为我怕待会开电动车会冷 所以呢,把大外套都穿上了 出发出发 哎呀,好重啊,这个糕点 没想到这两箱糕点弄成了 哇 跑两下都热了 出汗了 出发出发,摆摊的第一天 加油加油,小秋 加油 我过来仓库换了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没有那么落魄 然后顺便把那个年糕拿过去摆一下 待会还要再回来一次拿东西呢 东西还挺多的 好了,现在出发了 过来这边已经天亮了 出发出发 时间挺赶的 去市场做生意的话 因为要赶早嘛 不然的话,待会怕那个电动车进不了 我的摊位就在这里了 这个桌子呢,是一米这样子 待会把糕点就摆在上面 现在还要回去一趟拿东西 把我的年糕 还有红糖糕 下面还有腊肠 也拿过去卖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卖 也是试一下 也不知道现在糕点怎么样 看看情况嘛 如果觉得好卖的话可以接着做 如果 如果这几天生意不好的话 我就想着要卖其他东西了 因为临近过年了 我也不知道要卖什么比较好 我把车停在这个位置 然后摆摊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得到电动车在这边了 刚刚第二轮 我已经把糕点了 还有把所有的东西呢 都已经放在桌子上了 电动车呢 也已经停好了 在那个角落那里放着 我摆摊就在前面 可以看得到那边了 我现在就开始摆摊了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摆整齐 我也不知道今天生意怎么样 但是呢 保持好的心情是最重要的 对吧 现在是早上6点30分了 现在人不多 待会人就特别多了 所以呢 我要赶紧把这个东西先摆出来 把东西都摆下来 我买的是这种牛船 这种呢 还是比较方便一些 比较轻 我之前呢是买铁的 但是我觉得太重了 所以我觉得不太方便 快点摆吧 快点摆吧 趁着人不是很多的时候 想的要怎么摆比较好 应该是这样子摆摆 然后后面呢可以放辣肠 可以 还做了这个丸嘴糕 这个丸嘴糕我做了几种口味的 有红豆的有红枣的 还有原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 昨天做了好几个小时 就做了这一桌子的糕点了 在一边 今天就像一样了 一块 ani 这就番茄子 一块 就看一块 一块 一块 好几个厚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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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油 也卖了也挺多的了 爱板剩下十来个 然后松糕呢 123456 还剩下6盒 就剩下这些了 继续加油 赶紧赶紧 走慢就没有了 松糕年糕 我的干妹妹做的 还有腊肠 收档收档了 已经卖完了 清光了 就剩下年糕了 别吓到我 收摊了收摊了 收摊了 阿婷也过来帮忙了 所以来一下子就卖完了 阿婷也帮忙一起载回去 因为东西太多了 不用载那么多次 顺便跟老板收一些纸箱回去吧 纸箱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没有了 阿婷帮我把这个纸箱拉回去 阿婷已经回去了 他帮我把那个箱子再过来了之后呢 就回去了 放在这里了 这里这个位置呢已经空出来了 因为把那个桌子搬到老板那里去了嘛 就打算以后摆摊了 都用那个桌子 迟一点才用这个桌子吧 因为现在毕竟不方便 今天的生意呢其实还一般般吧 虽然说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但是呢 因为今天做的量不多 我不敢一下子第一天做那么多 所以呢就还好 有一些都是之前的老顾客光顾我的 还是挺感谢的 摆摊嘛从地做起来慢慢来做 慢慢积累客户 毕竟现在的地方摆摊的地方 跟之前摆摊的地方也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其实摆摊要是能挣到钱 我还是挺开心的 今天做的虽然说不是很多 慢慢慢慢加嘛 那个量也慢慢加 不要一下子做太多 毕竟现在是冬天 基本上呢 爱版呢是过了年了会比较好卖一点 所以现在就做少一些 看看情况先 明天呢我也有打算了 明天我打算把这个吹枣 吹枣要拿出去卖了 这里不是堆了很多吹枣吗 然后这个吹枣呢都是新鲜的 但是呢之前呢因为入货 入的这个吹枣呢感觉口感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我就没有卖给大家 一直 积压在这里 我明天把这个吹枣要拿出去卖 看看便宜清理出去吧 如果不好吃我也不敢卖给大家 在市场里面呢就给大家试嘛 大家觉得试的 ok 了 然后价格合适了 就可以买了对吧 因为网络上呢如果大家没有试吃 如果买的不好的话就属于欺骗的吧 但是如果在市场上大家都试过了 以他们的标准来买的话 我觉得还好 如果能接受的话 刚刚订单已经发出去之后呢 我就在这边剪视频了 一剪就剪了两个多小时了 现在已经剪好了 我把电脑也带过去那个便利店那边去上传一下这个视频 他那边有网络他那个网络是共享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我去上一下视频就回来 我最近呢电脑都是带出来的 因为最近时间太赶了 所以呢只能在仓库这一边 但是仓库这里呢又没有网络 所以呢我想着就把电脑带出来去便利店那边上了 那个老板也挺好人的 我经常在那里买东西 他们家还是挺会做生意的 因为他想到这边的人大部分是没有网络的嘛 所以呢就提供网络给大家上 他那边的人也比较多一些 好啦现在去赶紧把这个视频上了 待会就去吃饭了忙完先 哎呀我今天忙着忙着 午饭都忘记吃了 刚刚才想到剪这视频的时候 算了等视频上完先 不然太晚发出去了就不好这个视频 太晚发出去这个视频就没有人看了 影响播放率 我感觉今天手脚有点软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扛东西扛的太多了 所以呢感觉很酸软 今天视频早点发出去了 我就早点回去做糕点做完了 明天就早点出摊了 就不要忙的太晚了 忙太晚就太累了 马上好了还要等多半个小时左右 幸好今天晚上不冷啊 老板还提供了桌子 阿姨你好 看我在这里上网上多了 阿姨都认识我了 哈哈哈天天都见得到哈 对你看阿姨好好的 阿姨天天都跟我在这里讲话 有时间没关系